世家如来的寿量 《金光明最圣王经》四卷十九品 是北梁潭吾称大师所义 本经与法华经 仁王经同为镇护国家的三部经 为诵读此经 国家可获得四天王的守护 在《金光明经》的寿量品中 描述有一位叫做信像的菩萨 对为何世家如来 在世的寿命仅有八十而升起疑惑 正在想的时候 四方佛现身 产说佛陀的寿命是无量无边 不可计算的 而使与会众生发起大菩提心 寿量品简单的白话一文如下 那个时候 在王社城中 有一位大菩萨 名叫信像 信像菩萨曾经供养过 过去无量依纳 有他百迁那么多的诸佛 种下了各种善根 信像菩萨起了一个念头 开始思维 是什么原因使得世家如来的寿命如此短促 只有八十年呢 接着又想到 按照佛所说的 有两种因缘可以让寿命变长 是哪两种呢 一是不杀生 二是不失食物 而我们的世尊 在无量百千亿纳 由他阿僧奇节 那么长的时间里 修行不杀生戒 具足实善 在饮食不失方面 也不可限量 甚至用自己的骨髓 肉血 去充足饱满那些饥饿的众生 何况是其他的饮食呢 这位大菩萨 就这样置心诚意地念佛 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的房间 自然变得宽广宏大 庄严华丽 有天青色的琉璃 以及各种宝物 杂乱交错地装饰着地面 就如同如来所居住的净土一样 有奇妙的香气 甚至超过诸天界的香气 烟云低垂密布 充满了整个房间 房间的四面 各有四个由上等 奇妙宝物做成的高座 自然出现 纯粹用天衣 作为座上的铺垫 这些美妙的座上 各有诸佛所受用的花 由种宝合成 在莲花上 有四位如来献身 东方的名叫阿处佛 南方的名叫宝相佛 西方的名叫无量寿佛 北方的名叫微妙生佛 这四位如来自然地 坐在狮子座上 放出大光明 照亮王射程 以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十方横河沙 等那么多的诸佛世界 诸天的花像雨一样洒下 演奏着天乐 那个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众生 因为佛的神力 享受着天界的快乐 那些六根不健全的众生 立刻变得健全 概括地说 一切世间所有的利益 未曾有过的事情 都全部显现出来 那个时候 信像菩萨看到这些诸佛 以及奇妙稀有的视线 欢喜踊跃 恭敬地合掌 向着诸位世尊 致心诚意地念佛 心里如此思维 世家如来有无量的功德 唯独在寿命方面 我的心中产生疑惑 为什么如来的寿命 只有八十年呢 那时 四位如来 以正变知的智慧 告诉信像菩萨 善男子呀 你不应该思量 为何如来的寿命短促 为什么呢 善男子 我们未曾看到诸天 世人 魔仲 范仲 沙门 婆罗门 人 以及非人当中 有谁能够思考 计算出如来的寿命 知道其限度 这只有如来自己知道 那个时候 四位如来准备宣说 释迦文佛所得的寿命 欲戒 色戒的诸天 诸龙 鬼神 前踏婆 阿修罗 加楼罗 锦纳罗 魔侯罗 且 以及无量百千亿奈犹他 那么多的大菩萨 因为佛的神力 全部聚集在 信像菩萨的房间 那个时候 四位如来在大众当中 简略地用寄送比喻 来说释迦如来所得的寿命 所有的水 可以知道有几滴吗 没有水能够数得清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 所有的须弥山 可以知道有多少斤粮吗 没有水能够衡量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 所有的大地 可以知道有多少尘土的数量吗 没有水能够算得出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 虚空的分界 尚且可以走到尽头 但没有水能够计算出来 释迦牟尼佛的寿命 不可计算的结束 一百千万 佛的寿命就是这样 无量无边 因为这个因缘 所以说有两种因缘 不伤害生命 不失无量的食物 所以大菩萨呀 如来的寿命不可计算 无量无边 也没有限度 因此 你现在不应该对佛无量的寿命 产生疑惑 那时信向菩萨摩赫萨 听到这四位如来 宣说释迦牟尼佛寿命无量 深深地从内心相信并理解 欢喜踊跃 在宣说如来寿量品的时候 无量无边阿僧奇那么多的众生 发起了无上症等症觉之心 就在此时 四位如来 忽然消失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